我們常聽到的黑寡婦 其實是一種蜘蛛 因為她在交配之後 會吃掉雄性嬰兒得名 同時也象徵整心狠手辣 來對待枕邊人的女人 而在日本 就有一名驚天動地的 平成黑寡婦 木倒家苗 她在男人身上拿到了錢 超過了一億日元 相當於2200萬台幣 她到底做了什麼呢 首先我們帶你回到2009年 當時在日本旗域縣 發生了一起離奇的車內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而這一般來說 大多都會覺得 應該是這名駕駛想不開 不過眼前的警方在現場 找到了許多奇怪的跡象 讓他們覺得事情 沒有這麼單純 而警方尋現了 找到了死者的女友 也就是木倒家苗 卻意外發現 這名看似平凡的女人 與她交往過的男友 在短短的半年之內 就有三個人意外死亡 難道這一切有可能只是巧合嗎 學長 這沒有明顯外傷啊 示範位置符合現場狀況 屍體顏色符合一氧化碳中毒 出貨判斷死亡16到18小時 2009年8月6日 祁禦縣停車場發生了一起命案 41歲的大初加之躺在汽車後座 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然而現場跡象可不尋常 社外に車の鍵がありません 誰かが持ち去ったってことか 争った件跡ありません それに手が綺麗なんですよね 電炭を触れば汚れ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手袋もありませんし 事件結果發現大初加之体内含有大量的安眠藥成分 但家屬說他沒有失眠病史 哪裡來的安眠藥 認為他女朋友很可疑 大初加之是在網路上小有名氣的模型博主 但身為宅男的他 恋愛經驗並不豐富 認識現任女友才20天就被沖滾頭 不但想閃婚 還轉帳給對方164萬 木島家苗看起來相當難過 說可能是因為自己悔婚分手 大初加之才會想不開 警方看著他 難以想像他會有令男人神魂顛倒的魔力 因為34歲的木島家苗 155公分77公斤 長相完全撐不上美女 但警方上門時 他甚至已經有了新男友 而且沒有工作的他 生活居然相當奢靡 我剛才那個這個 很誇張 一定都是騙男人錢 負責 忽然 怎樣 殺了他們拿保險金 怎麼可能你想太多了 好可惡喔 你看這麼特別的口味 好可惡喔 一方 木岛家苗 木岛家苗利用婚友网站 认识男性 进而交往 但与他有过关系的男人 光这半年 就有三人意外身亡 警方怀疑 木岛家苗骗婚诈彩 甚至是谋财害命 尽管木岛家苗坚称无罪 说他们都是想救过自己 才会给他钱 但警方并不相信 申请搜查令 要找到他的杀人证据 从木岛的电脑 无法狡辩的他被送上法庭 然而答辩时 他今世骇俗的发言 震惊了全日本 19歳の時に初めて愛人契約を結んだ男性がきっかけで ハイクラスの男性に活力を与えることが 仕事のように感じ お金を受け取るのが正当な報酬と考え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被告は働くことなく贅沢で虚職に満ちた生活を維持するため 男性らとの交際を装って多額の金を受け取っており その返済などを免れるために殺害という 4年前 一人の女に判決が下る 平成の独副 様々なメディアでそう呼ばれた女 この男性は キジマカナエ試験士 好 看到这边 或许你會想說 能夠迷惑這麼多男人 那肯定他應該長得非常漂亮吧 然而木島家苗 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來看到 画面上看到的呢 就是木島家苗 他的身高155公分 体重77公斤 看起來不是這麼樣的一個亮眼 那為什麼這麼多的男人 都願意為他獻上錢財呢 甚至還有媒體形容 這些男人都是笑著死去的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其實木島家苗 他的家境不錯 但是因為管教太嚴 所以他決定離家出走 獨自在社會上走跳 讓他學會了察言觀色 懂得到底男人心裡頭 真正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而這也讓他 有了從婚戀網站上 找尋獵物的想法 而他到底是怎麼做到的呢 男人啊 都想找個會煮飯的 照顧父母的 性生活協調的女人 我剛好達到他們的理想 男人愛我 給我錢 我收了 我有錯嗎 相貌平平 身材微柔 外貌毫無優勢的 木島家苗 卻對自己的魅力 很有自信 她一年能交超過 30個男朋友 年齡範圍 從30歲到80歲都有 能讓那麼多人 願作群下沉 就是因為他身安 男人心 知道他們 渴望什麼 早餐 早餐 我快拿來 早餐 早餐 對 食事的準備 和掃除的工作 做了嗎 你做了嗎 對 我來 我來 那男人 曾經找到自己的最後 看過的人 找到自己的最後 在婚戀網站上 化名幾天一 木島家苗 能下廚 會彈琴 更寫的 一首好字 在部落格經營上 用盡巧思 分享各種美食生活照 讓自己看起來 就像一名完美的人妻 你叫我雅雄さん 對 在哪裡 我 恵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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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相同 我 相當相同 照片 比 絕對 漂亮 花讚 討好 讓對方身心充分滿足 建立起穩定關係之後 木島家苗 會開始 委婉 傾訴 自己的難處 利用學費 房租作為借口 讓對方幫助自己 實則則用這些騙來的錢 買名牌 吃勾等餐廳 網路論智 處處可以看見 他奢華的生活 甚至他還會利用 這些富裕的假象 開展支線任務 這 東西 說得欲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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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与多名男性交往 话势必越说越多 加上他花费巨大 只好倒刷男友们的卡 如何解释钱的去处 让他心烦意乱 莫岛家苗开始想着 要想个办法 解决涉鞋八番 莫岛家苗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短短半年杀了三个人 诈骗七名男子获利上亿日元 而这仅仅只是所能查到的数字 抓住男人喜欢被崇拜依赖的心理 向往平平的木岛家苗 编织爱情陷阱 化身谋杀三人的平成黑寡妇 她在狱中以自己的故事出书 没想到居然广获粉丝 还靠着书信恋爱 在牢中结了三次婚 大方的在网络上分享 她的拘留日记 木岛家苗喜欢阅读 字写得好看 还会引进句点 直接的情意表达方式 让她就连书信都充满诱火力 就算死心定业 成了人人唾弃的平成赌妇 她也能凭借自己的本事 隔着一堵墙打谈恋爱 但她因对金钱渴望 所犯下的恶劣罪行 不会被遗忘 在死神的镰刀落下之前 她一生都离不开罪恶的牢笼